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2月9号发表声明指出 沈阳市第二监狱是中共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场所 被迫害致死 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9人 由于中共的讯息封锁 实际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可能更多 而最近有媒体曝光了 沈阳第二监狱的黑幕 让外界更加看清 对中共黑监狱的种种指控 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 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镇 有一座占地40多万平方米的巨大监狱城 号称中国首座监狱城 由市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 亲自主持兴建 耗资10亿元人民币 监狱城由沈阳第一监狱 第二监狱 新入监犯监狱 省女子监狱等四大监狱 以及一个监狱总医院组成 几乎将辽宁省重点监狱 全部南阔其中 被称为薄熙来的政绩工程之一 2月5号 大陆澎湃新闻网 以8000多字的篇幅 在国内独家揭秘了 沈阳监狱城内 第二监狱的种种乱象 不但披露了 有服刑犯人吸食毒品 聚众赌博 过着度假般的生活 更进一步曝光了 预警受贿 夹带违禁品和毒品 殴打犯人 抄击禁闭 从事减刑和保外就医交易 等等黑幕 令外界一片哗然 然而 一位曾经在沈阳监狱系统工作 十多年的狱警 向新唐人披露 上述的种种乱象 不仅仅发生在沈阳第二监狱 而是遍及整个沈阳监狱城 乃至全国的监索 此外 能够享用手机上网 PSP玩游戏 MP3听音乐 DVD看碟 用现金买东西 甚至找女人开房的 只存在于狱中有钱 有事 有门路的特权阶层 朋友生的 地理流氓啊 像这样的话呢 他们能够拿下很多的好待遇 监狱啊 也允许发言家属啊 在也可以同居啊 也可以在里头吃这个高价餐 那简直都不像话 现在话 很多监狱还是普遍的 与这些特权犯人相比 大多数没钱没门路的普通犯人 过的日子 则可以用煎熬来形容 他们不但每天要从事长时间 高强度的劳动 挨打挨饿受罚 遭虐待更是家常便饭 如果不幸生病又没有钱 即使病死在狱中 也不会被批准报外就医 受钱之后呢 需要保多长时间 完了再和监狱长沟通 完在哪 到哪个工具医院 哪个医生还要给钱之后呢 进行特币 太多了在里头 恶劣的环境使得沈阳监狱城 每年都会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 很多犯人是被打死 虐待死 过劳死 病死甚至饿死的 但是在预方一手遮天的处理下 这些黑幕往往很难得到曝光 就连家属也无法得知真相 或者是有冤无处诉 据澎湃新闻网曝光 仅2012年到2014年间 瀋阳第二监狱至少发生了4起 服刑人员死亡事件 虽然监狱医院开具的死亡鉴定 不是突发疾病身亡 就是自杀 但家属看到的却是亲人伤痕累累 甚至残破的身体